好 好,那我們一齊開始一個祈禱 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萬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秀顯揚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上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求你歡恕我們的罪過 如同我們歡恕別人一樣 不要讓我們陷於油滑,但救我們免於兇狂 阿萬,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萬 好,我們繼續《若望福音》第20章的第二個部分 《若望福音》有四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講講兇墓 就是八德錄和你一個門徒去到兇墓那裏 他們見到兇墓,也見到兇墓,有寒巾 所以他們一進去,特別是講耶穌所愛的門徒 一看見就相信了 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就是馬利亞馬達利納 在墳墓外面痛哭,之後耶穌顯現給他 不過馬利亞馬達利納有一個很習慣或一個模式 就是當他在找他自己心目中的那樣東西 例如耶穌的遺體的時候 其實他不會再去感受或體會身邊的一些事情發生 所以他很專注在耶穌的遺體那裏 現在耶穌的遺體不見了 所以他除了傷心之外,也是四傳去找尋 甚至耶穌顯現給他,他未必能夠意識到 原來那個就是復活的耶穌 當他找到的時候,其實他就找到一個復活的耶穌 但是他仍然都是,怎麼說 那個小小的一個性格就是 他要捉住耶穌,不讓他走 因為他曾經,怎麼說 塞落過耶穌這個,不單是一個人的遺體 所以他拉著耶穌的腳 所以耶穌說你不要拉著我,不放 然後你要告訴我的兄弟知道 耶穌很重視這一座和門徒之間的一份所謂的兄弟 因為我的父和你的父那裏 就是耶穌說的這句說話 今天我們看第三、第四個故事 第三、第四個故事 可能第一個故事,不知道大家 過去五巡節那天的主日 可能是唐區,或者也有聽過這個福音 我們先讀完之後 如果有聖經我們一起讀 讀了之後我們才慢慢再去解釋 是《若武科學》第20章19節開始 顯現給門徒 20章19節 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 門徒所在的地方,因為怕猶太人,門戶都關著 耶穌來了站在中間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說了者說 便把手和納旁指給他們看 門徒見了主便喜歡喜來 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就如父派遣了我 我也同樣派遣你們 說了者說 就向他們虛了一口氣 說 你們領受聖神罷 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 就給誰赦免 你們全留誰的 就給誰全留 這個福音是若望他寫下 很清楚 其實他所說的就是 復活的耶穌的顯然 其實是哪一天呢 十九節他說 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 其實就是 巴多禄到胸墓那裡 馬尼亞、麥特尼納在墓園 看到耶穌顯然 然後報告給門徒知道 但是正正就是 這些可能是早上 清晨的時候發生 然後早上發生 但是去到晚上的時候 門徒都圍在一起 其實他們除了 馬尼亞、麥特尼納 見過復活的耶穌之外 其他人都沒見過 所以去到晚上的時候 門徒所在的地方 這個地方在哪裏呢 我們會相信 會在他們一起吃 最後晚餐的那個地方 都在耶路撒冷裡面 所以他們 在當中 在這裏相聚 這個相聚為的 什麼目的呢 可能是純粹 就是有個地方 在耶路撒冷 因為大家也記得 這是一個 魚月節的時候 有一個聚腳的地方 他們在當中 做什麼呢 有一個情緒出現了 若武方很清楚 去說出門徒的情緒 就是什麼 是怕猶太人 怕猶太人是什麼呢 很多死亡學者 如果在對觀方裡面 去說怕猶太人 就是說 因為耶穌是他們的師父 如果耶穌都被猶太人捉了 然後在十字架上 他們會不會被連累呢 但是 有些死亡學者說 其實 八多六已經去過空墓 耶穌所愛的門徒 也去過空墓 馬尼亞馬迪 也都報告給他們 知道 見到復活的耶穌 那他們還怕什麼呢 是不是 都怕猶太人會抓他們呢 有聖經學者就說 可能他們怕 是多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當然一樣就是 因為是沒有了耶穌的遺體 所以是怕猶太人 或者叫做指責 或者叫做誣告他們 偷了耶穌的遺體 所謂怕猶太人 其實可能當中也有這件事 所以他們關上門了 所謂他們怕的這種情緒 不是怕耶穌死了 之後帶來的負責任那種怕 而是怕耶穌的遺體不見了 怕猶太人的一個 可能是指責 或者帶來的後果 所以可能有兩個不同 我想我們以前就會覺得 是他們怕耶穌死亡所帶來的後果 現在其實為若目方為說 不是的 是怕耶穌的遺體不見了 帶來的後果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他們關了門 門會關著 好了 這也是以若目方為強調的 這個門是關著 也就是說 耶穌是突然間顯現 這個我們通常都會說 是耶穌復活的身體 是可以穿牆過壁的 可能若望都可以強調的一樣 還要是怎樣 站在他們中間 其實很惡然的 如果你想像一下 可能門徒在這裏 可能有十個 十幾個 他們在中間 即是耶穌突然間在中間 那會是怎樣的呢 這裏他們好像個個都認得到耶穌 耶穌好像沒有變了樣 都認得到 就不是好像馬尼亞馬尼利納 都見不到耶穌 或者耶穌真的不同了樣 所以他們已經是接納了耶穌的復活 所以他們沒有一種 見到耶穌之後的那種什麼 那種驚訝或者那種恐懼 所以耶穌第一句跟他們說 你們不要害怕 不是說一些事情 不是說不要害怕 第一句跟他們說 就是你們平安 這個平安在猶太人裏 我想如果你們有去認識的話 甚至是以色列朝聖的時候 猶太人打招呼 就叫做Sharum Sharum 即是平安的意思 就是跟他們打招呼 不過這個平安在若望方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表達 這個什麼表達呢 就是這個平安是有一個神學意義 這個神學意義 就不是說我渴望 我希望你平安 而耶穌去說這個平安 願你們平安也好 譯成中文的時候 是說這個平安已經在你們身上 為什麼 因為耶穌的死亡和復活已經實現了 不是再好像以前那樣 希望你有平安 但是現在就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復活 是你們現在有這份平安 這個平安就好像一個打招呼 不過我相信更加強調的就是 楊武芬 我相信更加強調的這個神學意義 就是復活的耶穌 真正的這份平安在這裡 我正在澳門進修的時候 我叫做望德聖母堂 劉慎富有一個青年人 青年他都三十多歲了 他在老文大學讀聖經的 他讀完聖經博士回來 澳門 我問他他的論文寫什麼 他說他寫Sherom 就是這個字 他在用聖經裡面的這個字 去看回猶太人的文化 我說有什麼結果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好像不太想分享 不過他也說了一點 他說 猶太人說這份Sherom 就是這份平安 其實是一個交換 他說好像一個商人的一個對等 對等的一份交換 就是說 為什麼 例如我們買東西 向一個商人或者一個老闆買東西 我們要那份貨品 而我要付出的是同樣的價值 我們才可以拿到那件貨品 但是他說Sherom 一早在猶太人的文化 意思是舊約的文化 其實就是在說這件事 是彼此的價值的這份互換 他說有這樣的意思 但是他沒有很詳細地去解釋 所以我覺得 有多有趣 這件事值得在這裡提出來的原因 在哪裡呢 就是說 其實我們一直很渴望的這份平安 其實是不是所謂的 都有一個想法 有一個思想 是不是對等呢 所謂對等 我想是說我有沒有付出 如果我的演繹就是有沒有付出 我才能夠得到平安 如果我沒有付出 而渴望這份平安似乎都不是對等的 那我付出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付出我們所謂的 面對這份痛苦 人生的痛苦 面對人生的挑戰 我想不是這件事 其實我付出的是 我願意去接納 至少願意去接納 這一個主 或者更好說 這一個天主 帶給我的這份平安 有些人不願意接納 所以 其實這裡 我很強調這份平安 也是這一個第三個故事 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其實聖神 如果耶穌給聖神 其實最後帶回頭的話 都是這份平安 所以耶穌跟他們說了兩次 願你們平安 如果剛才你們有讀的時候 所以 好好地去留意 所謂我所說的 平安當中的 要付出 甚至要付出對等的東西 耶穌有付出過 所以祂帶給我們平安 我們有沒有付出呢 所以我們也會不會接受到平安呢 或者甚至可以給到其他人平安呢 我覺得 這個聖神 其實原來 背後 在猶太人文化裡面 有一份對等 和付出的 意味在這裡 我 我收到的 或者我接受到的 這位聖經博士所說的 大概是這樣 當中是怎樣呢 我都不清楚 因為他都沒有完全去說 他的博士論文是怎樣 不過我很想聽他 聽他說聖經的 不要緊 但是我們會看回 耶穌跟他們一說 願你們平安 其實是否他們沒有平安呢 因為有很多聖經學者都會說 因為他們怕猶太人 所以他們沒有平安 如果是這樣去看的話 耶穌跟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我想 門徒接受 接受這份平安是 是讓他們這份害怕解除 但是其實 耶穌說 願你無平安 這份平安的時候 是否真的解除了這個害怕呢 第一 更加多 就是說 剛才我所說的 復活的那份 耶穌帶給我們這一份 真正的平安呢 所以 很奇妙的 就是第二十節 二十章二十節後面 是說 門徒見了主 便喜歡喜來 所以 我想耶穌這個願你們平安 不是只是解除了他們怕猶太人這種心情 而是更加解除了 或者更加可以這樣說 去填補他們一直以來 渴望的人生裡面的那份平安 耶穌這份平安不是暫時的 是一個很長遠的 是跟我們的生命有關係的 所以 在這個平安當中 更加由復活的主 去講出來 甚至去給門徒的時候 跟我們講也好 其實我們就會見到這份喜樂 平安和喜樂是一齊的 很多時候會一齊的 那份喜樂是一個生命裡面 最深的一份喜樂 不是表面上我們很快樂 很舒適 這一種 喜樂的意思 也不是說我一定沒有病沒有痛 不需要去受苦 喜樂的意思就是說 是在愛裡面 完全在愛裡面 我想我們會很明白 完全在愛裡面的時候 我們都願意去付出的一份 或者叫做犧牲 或者甚至在愛裡面 我們仍然都願意去 有些生命裡面的苦 我們都願意接受 不過這個苦我們會喜喜樂 例如我們事時都會這樣說 例如一個人 他為了家庭 他願意出去工作 工作是一定無苦的 但是他為了這份愛 或者去愛他家人 甚至是家人對他的愛 所以他都願意這份犧牲或者苦 不知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一個廣告 我應該是 是什麼廣告呢 很肯定是 是澳門的 在乘巴士的時候 好像 roadshow 的廣告 它是什麼廣告呢 是一個職安廣告 就是說工人 如果在高空的工作 一定立安全帶 一定要立安全帶 香港也是 但是他們怎樣勸工人 那不安全帶呢 就是他們盼著一個小女兒 很期待著自己 那一夜生日 很期待著這個生日 所以他和媽媽 就準備了 為自己準備一個這樣的生日蛋糕 所以呢 他在等著爸爸回來 好 鏡頭一轉 就轉著爸爸在工作 在唱生日歌 他爸爸就和同事一起 同事就說 你這麼開心 是呀 今天是我的女兒生日 我練定歌 今晚和他唱 那樣 然後呢 同事呢 就說 真是好 有一個這樣的爸爸 那樣 然後同事就提起 喂 記得立安全帶 那樣 然後這一個 爸爸就說 哎 用什麼啊 那些人都熟了 不用了 怎知道他開始差了一步 但是呢 他的同事 就可以拉住他 他的工具就掉下去 在那一刻 他就會 避牛 或者是廣告 就是這樣的 就會想起 咦 就是家人那個 同一時間 原來的小孩在家裡做什麼呢 他捧著的蛋糕 但是呢 很不小心 蛋糕掉到地下 所以呢 就是 我想 就是一個 很好的 我覺得是很好的 一個什麼呢 一個表達 一個方式 就是 原來一個工人 其實不只是為自己 還有他所愛的人 他所愛的人 是 他不知道原來 原來自己的工作 是帶來 為他所愛的人 一個痛苦 那小孩是怎樣 掉了蛋糕去哭 媽媽哄回去 所以他就 在那一刻 他就會 意識到要 拿回安全帶 這樣 所以呢 我想 我們會明白 在愛裡面 其實我們都會 可以這樣說 不是一定很舒適的 意思是 拿著安全帶不會舒適的 但是你為了愛 不只是愛自己的生命 而是在愛其他人的時候 或者你所愛的人去付出的時候 其實這就是這份所謂的喜樂 當中所帶來的就是這份平安 所以耶穌帶給我們的這份平安 就是我強調這件事 是愛當中的平安和喜樂 愛當中的平安和喜樂 我再強調多一次 是一定會 要有一份 那種叫什麼呢 不是說 只是享受 我現在很開心很舒服 這樣就可以了 而是要有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付出 為什麼有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付出呢 其實這一個我想 是天主的一個很特別的 為我們來說的一個安排 更好說 人就是這樣的 人很想去享受 但是又不想付出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但是天主這個安排很奇妙 要讓我們真的都願意去付出 但是這個付出 不代表我們沒有回報 這個回報不是說 我們付出了將要得你的結果 而是更加是說 這個付出 是天主就說 這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功勞 正如 正如我們 很簡單的一件事 舉個例子 我們會說 我們會為一些人祈禱 特別 如果你們都知道 如果一個聖人 可以成為聖人 教會宣布成為聖人 特別是 那些不是殉道那些 特別是我們叫徵修 他需要一些奇蹟出現 是吧 例如 那個 我們叫做德蘭修女 或者教宗約莫寶二世 他都有兩個奇蹟出現了 是藉著德蘭修女 或者約莫寶二世兩位聖人的轉圖 所以 天主撫穩了他們的轉圖 所以教會就承認了 原來他們已經是天堂上高 是跟天主一起了 好了 但是呢 一個很奇妙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說 是他們的轉圖 我們到今時今日都會說 德蘭修女兩個奇蹟 約莫寶二世兩個奇蹟 是他們的轉圖 我們就不會說 其實我們很清楚知道 其實這個奇蹟是來自哪裡 是來自天主 就是最終肯定的 但是呢 天主是很大方 大方到什麼呢 他說是他們兩個的轉圖 教會都沒有改任何的字眼 好像這個祈禱的功勞 或者這個奇蹟的功勞 是屬於他們兩個的 天主就是很想我們都是這樣 好巧當我們付出的時候 體會到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回頭 我們所有一切都是天主給的 我們所有一切都是天主的恩賜 不過天主說 你努力 你付出了 天主說 這是你的功勞 就好像剛才我所說 德蘭修女 或者約莫寶二世轉圖的功勞 那個類似 所以當我們付出的時候 然後為這份愛 特別耶穌的這份愛付出的時候 其實我們得到裡面的那份 可不可以這麼說 我們自己的那份很重要的 是我 我有份參與 所以我 有份參與 而改變到 這個世界 改變著這個環境 改變著其他人 或者更好說 我藉著愛 去 耶穌基督的愛 去愛其他人 所以這個好像是 天主好像跟我們說 這個是你的 是你的功勞 是你的付出 這句 其實是陳日君書基 教我們神學的時候 很強調的一件事 就是天主就是這麼 這麼願意 將這些東西 成為了我們的功勞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天主是不是真的需要我們呢 我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我也說 天主是不是真的需要我們去傳福音呢 我們真的很厲害嗎 那個說話很好 很吸引人 不是的絕對不是 如果是的話 我們不用那麼 時時刻提醒自己 我們要把傳福音 我們做得很好 又不是 是呀 但是天主有沒有能力 他自己做 可以 絕對可以 甚至不要我們人 都可以 為什麼 你也想像一下 天使可以不可以 他做一班很忠實的天使 他的仆人 就是幾多天使 我們沒辦法數 我記得 有神學的一些問題 很有趣的 就是什麼 當有聖多瑪斯 我們叫聖Thomas Aquila 他是一個神學的 一個很厲害的 現在 他寫的神學大傳 是成為了我們神學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教科書 當以前要讀的 現在就慢慢都不用太讀他 他回答了很多神學的問題 其中他講了很多天使 關於天使學 其中有大部分都是由聖多瑪斯那裡來的 有些人寫信問他 究竟一支針 天使不是一個實體 對不起 天使不是物質 是一個spirit 所以有人問他 一支針的針尖 即馮三的針的針尖 上面有幾多個天使 站到幾多個天使 沒有人懂得回答 是吧 多瑪斯可以回答 答案是什麼呢 厲害的 這個不能接駁他 你完全沒有 是說 God knows 天使知道 這是他的答案 有人問他 這個世界有幾多個天使 同一個答案 他說天使才知道 所以我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 為何說這麼多話 其實天使可以用天使去傳福音 不用我們 但是偏偏天使 或者耶穌願意我們 去將祂的福音傳給 為什麼 原來我們人 就是天使很明白 原來人 就是有一份 我要參與 如果不參與 我們沒有這份歸屬感 沒有這份歸屬感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覺得 這些東西是自己 沒有了自己的時候 就沒有了這份滿足 好了 就是這份很奇妙的 一份愛的滿足 就在這裡 好 講了很多 其實我想強調的就是 第一個 這個願你們平安 耶穌見到門徒 第一個願你們平安 就是將祂復活的這份喜信 復活的這份平安給門徒 這個喜歡 門徒見了主 變喜歡 起來的喜歡 就是隨著這份復活的平安帶來 然後有一節 耶穌說 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祂再一次 去將這個平安給祂 這個再一次就是什麼? 就如父派遣了我 我也同樣派遣了你們 這句說話就是正著我剛才所說的 為什麼天主願意 去叫我們去傳福音 就是這個背後 聖經學者去研究聖經的時候 他說 第一個耶穌所說 就如父派遣了我 這個派遣 這個字我們中文沒有的 外文就會比較清楚 就是那個時態 或者叫磁態 就是這個派遣是動詞 所以它有現在過去將來的磁態 這個派遣就是過去的 過去的磁態 不過未完成的 所以這就是希臘文的磁態 這個派遣 為什麼? 因為是父派遣了耶穌基督 所以現在耶穌同樣派遣你們 這個第二個派遣 派遣你們的派遣是在說進行的 而現在進行式應該這樣說 所以耶穌也很清楚 這一刻不是父派遣我們 而是耶穌派遣我們 因為這裡全部都是門徒 所以門徒很願意去接受 師父的這份派遣 這份工作 我講的一份使命 但是這份使命是來自什麼呢? 耶穌永遠永遠 是將我們和父列在一起 透過什麼也透過他自己 就好像這句話一樣 父派遣了我 我也同樣派遣你們 所以這個派遣是同一個派遣 不過中間不是直接是由父那裡來的 是經過耶穌基督 所以若望很清楚 他的神學就是 耶穌永遠就是在父和我們的中間 耶穌和我們的中間還有一件事 就是聖神 待會耶穌就會說 你門領受聖神吧 所以是怎樣的一個很重要的連繫 這就是若望的神學 那 所以天主聖三在當中 在這個福音裡面很清楚告訴我們 原來我們所相信的這份信仰 是有父子和聖神 這個父子和聖神是一個 如果我們人一定要有說 到底父子和聖神的關係是什麼呢 然後我們又和聖三的關係是什麼呢 我想很簡單 如果用若望去說 就是這份派遣 派遣就是什麼 有一份使命 我們每一個人接受了耶穌的派遣 有一份使命 這份使命是什麼呢 然後後面就會去說 所以 讓大家知道 這個第二個故事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這份平安 這份平安是來自耶穌基督的復活 好了 但是 現在有一個問題出現 耶穌快要離開 離開就是說 要升天 我們在上課說 不過若望沒有說過去升天 但是總之 若望沒有清楚 復活的耶穌只是顯現 這個顯現是隨時會離開 即是走的 所以耶穌要做一件事 就是說什麼呢 去給使命門徒 在這裡門徒 如果你看回 二十章十九節 他所說的門徒 不是說中途 不是說我們一般所說的那十二個中途 現在當然沒有了尤塔斯 如果我們看完第四個故事 可能當物都不再唱 不只是說這十個 是所有的門徒 就正如在第一個故事裡面 耶穌所愛的門徒一樣 是說什麼 是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這個派遣就是派遣我們每一個人 好 我們看了 很快地看下去 就是第二十二節 耶穌說了願你們平安 就如父派遣了我 我也同樣派遣你們 之後 他說什麼 說了者說 就向他們虛尿一口氣 這口氣 我想是若望很專注的一個 或者更好說 或者是專門說這件事 這口氣是跟創世紀的人 阿當和女人被創造的時候 那口氣一樣 天主呼了一口氣 所以使人成為一個有靈的心物 那口氣 其實聖神什麼時候降臨呢 什麼時候給門徒呢 其實若望福音不是現在 若望福音來說 是耶穌在十字架 呼出最後一口氣 那個才是聖神的那口氣 若望福音是這樣去理解 或者更好說 是因為耶穌呼出最後一口氣 我們的生命才有得重生 就正如創造的時候 我們被呼出一口氣 我們成為有靈的心物 耶穌呼出最後一口氣 也使我們成為有靈的心物 更好說 是更加有聖神的靈的心物 他在這裡 若望福音再一次強調 耶穌呼一口氣 耶穌要解釋 可以想像一下 這是沒有任何門徒的回應 什麼意思 耶穌在他們的中間 突然間出現 突然間跟他們說 願你無平安 他們見到耶穌的手和立堂的時候 沒有任何說話 這刻可能很驚訝 也不一定 不過我覺得不會驚訝 但是 門徒就是什麼 喜歡 喜歡之後耶穌繼續 你們要被派遣 然後這個派遣 有一個很重要的標記 這個標記是什麼呢 就是你們領受聖神 所以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你們領受聖神吧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在這個氣裡面 我們禮儀當中 都會有用的 我們都會用一個表達 去表達聖神的臨在 呼出最後一口氣 在哪裡呢 可能大家 在香港 我沒有見過 至少我 但如果 你看回 現在很方便 在網上 看回 以前教宗 聖周四的聖油黎薩 聖油黎薩 去祝聖一些聖油的時候 他在每個瓶 即是三種聖油 智聖性油 病人婦油 和霧道聖油 教宗會在每一個油的瓶口 會吹一口氣 這個也是很古老的儀式 是在表達聖神的臨在 你知道主教是中途繼承人 所以他呼氣到聖油裡 是在表達聖神的臨在 好了 當這些油被使用的時候 無論放肩鎮 無論領勢 病人也好 或者霧道聖人 即是在霧道者身上的時候 聖神的降臨在 所以我們教會一直以來 對聖神的表達是非常非常重視 好了 其實就是 我想其實就是 是釀望方說的 耶穌呼氣 然後立刻就說 你們領受聖神吧 好了 你們為什麼要領受聖神呢 是跟使命有關係 或者跟我說被派遣有關係 耶穌立刻說 你們赦免誰的罪 你們赦免誰的罪 就給誰赦免 你們全流誰的 就給誰全流 其實是說什麼 原來很大權 原來關於生命的罪與佛的問題 耶穌給了門徒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前提 如果我們單單抽了這一句出來的話 是會不明白的 是會令到很多人以為 教會只有這些權的想法 但是你看到上面一樣是很重要的 第一 第一就是說 是聖神的臨在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赦免誰的罪呢 所謂赦免就是 如果那個人 沒有聖神的 特別是說聖神的眼光 去看生命去看世界 其實那個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 如果有一個人願意去接受聖神 也都願意用聖神眼光看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社聚 我再重複多一次 就是說 什麼叫做社聚呢 就是說有一個人 例如我 我願意在教會之內接受聖神 我也都願意用聖神的眼光看我的生命 看我這個世界 這個就是所謂的社聚 不是說 我說謊 我騙了人錢 教會社聚的罪 不好意思 教會一直以來的社聚是說 我們要重新成為天主的子女 我們要重新成為 耶穌基督的門徒 如果沒有這個想法 其實 無論是修和也好 無論是聖聖也好 這個社聚其實是毫無意義的 意思是什麼呢 只是很多人以為 去到修和室和神父說 說他的罪 其實 有些人形容是什麼 去倒垃圾 其實你不要虐待我們的神父 其實我們不是很想聽一些負面的東西 是的 我們越聽得多 有時我會覺得 幸好天主給我一個 一個不太記得的東西 一個腦 越聽得多 有時我都會覺得 很不開心 慢慢可能會變抑鬱 不是 絕對不是在這裏 我們做修和的時候 特別講修和 其實有另外兩件性事都是射罪的 第一件性事肯定是射罪的 第二件事就是病人富有 說修和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是什麼呢 我們再一次領受聖神 我們再一次用聖神眼光 去看我們這些毛病 去看我們這些所謂的 我們做得不好 我們所謂的以為 就是認為的罪 不要以為說謊 說了之後 就射罪了 沒事不是 其實是在問為何我要說謊 為何 我正在用這個方式去隱瞞我自己 我是不是害怕什麼 我的生命 原來我 有這份害怕 是因為我缺乏了這份愛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耶穌跟我們說 我們說你們射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給射免 你們全流誰的 就給誰全流 不是說教會的權 而是說聖神的權 教會只是在修和 特別是在修和裏面 是將再一次讓告解的人 去領受聖神 所以我們修和甚苦去佛首 這個佛首的動作 永遠永遠都在講祈求聖神的降臨 在一個人身上 佛首的話 是在講祈求聖神的降臨 所以射罪的時候 不是說實字的 是佛首的 好了 聖洗、聖事更加是 聖洗、聖事 是我們人成為了天主的子女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想 聖洗、聖事 所以變成我們願意和聖神合作 以及我們已經藉著聖洗、聖事 領受這份聖神 我們有聖神的眼光去看我們的生命 好了 剛才病人富有 也說了 在聖尤尼莎裏面 主教會向病人富有的油去呼氣 領受聖神 也是的 在我們生命中最脆弱 最病弱的時候 我們需要聖神的藥 就是我們看看為什麼我們病的時候 我們跟天主的 或者更好說 跟耶穌的苦難 或者甚至跟其他人的苦難一起 就是要讓聖神給這份眼光我們 好了 所以來來去去 到了這一段的時候 最後其實聖神是帶我們去什麼? 帶我們去平安 我們這份使命 我們如果有一天 就是有一份使命 就是我想 不知道你們會覺得怎麼樣 其實我們 我們神父可能比較深刻一些 就是有時候我們轉崗位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我們想轉 我想 我想你們可以做一個調查 我不敢去包其他世界這麼多的神父 總之是香港的神父 如果你問他想不想做主任司徒 我告訴你 有100個神父 有105個都不想 那5個來自哪裡 我告訴你 死了的那些神父都不想 就是他代表他們說話 真的 是真的 沒有一個人想做主任司徒 你問我 想不想做 就是 我為什麼這麼難才有主教 這樣 有沒有人想做主教 是沒有的 肯定的 我覺得 我不敢再跟其他兄弟代表了 但是 至少我看到我熟悉的兄弟 都覺得 肯定 都不會是想做主任司徒 因為為什麼 那份被派遣之後 你有一份使命 這份使命很強烈 可能你們一般沒有那麼強烈 為什麼 因為 所謂沒有那麼強烈 是因為 你們有你們的使命 這份使命可能 沒有那麼清晰 跟這份信仰 或者這份神聖 有連繫 而我們作為神職的時候 這份連繫比較大 例如 那份神聖 或者那份 跟教會的使命 那個連繫比較大 所以呢 我們才會這麼強烈 我們每一次接受這份派遣 這份使命的時候 其實我們 是 是 膽粗的 沒有 沒有一個人會說 我實習了 做一個唐區的神父 我才做唐區的神父 沒有的 沒有這個實習 也沒有補償 我很想有補償 但是 沒有的 原來 主教說 叫你做過 一來就做五年 這樣 不會有三個月試用期 我很想有三個月試用期 跟主教說 這三個月我先試一下 沒有的 這是派遣 所以派遣是沒有這個 所以 我們靠著 什麼 靠著是 聖神給我們的 就是用聖神的眼光 在我們不同的崗位 我們的使命 去 去 去 完成 完成天主 或者更好說 耶穌基督的這份派遣 但是 最重要的是 這份派遣當中 我們回到第三段 耶穌顯示 這裏 回到這裏 就是這份平安 和這份喜樂 所以 我想 少少總結 我們過去的 五巡節主日 這個意義 去看 其實聖神帶給我們的 是什麼呢 帶給我們的 就是 有些神父 或者一些 聖經學者 或者一些 我也看到很多參考 主日的講道書 他們很強調 就是這份使命 不過我自己本身 我就強調 聖神帶給我們的 這份平安 這份使命 只是做的 但是 如果沒有這份平安 沒有這份喜樂 這個做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 就是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這份平安 好了 這份平安不是說一般的平安 我希望大家記得 是說 復活的耶穌 這個很特別的平安 這個平安是跟我們的 什麼有關呢 是我們的信仰 甚至更好說 我們的生命有關 可能我們一般的平安 我們也會有的 中國人也會有的 叫出入平安 是不是 這份平安 可能是很不同的 這個不同是什麼 就是 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有耶穌基督的平安 就是我們有聖神幫助我們 在我們現在的生命中 可能面對挑戰 面對艱苦的時候 我們用聖神的眼光 去看到這個世界 甚至是 天主給我們這個生命的 那份愛 真正的愛 在當中 好 我們 時間都 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就去 第四個故事 好 我們一齊讀二十章 二十章二十四節開始 十二人中的一個 號稱的摩的多脈 當耶穌來時 他會有和他們再一起 被的門徒向他說 我門看見了主 但他對他們說 我除非看見他手上的釘孔 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臘孔 我決不順 八天以後 耶穌的門徒又在屋裡 多脈也和他們再一起 門戶關著 耶穌來了 站在中間說 願你們平安 然後對多脈說 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 看看我的手探 並伸過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臘孔 不要作無信的人 但要作個有信得的人 多脈回答說 我主 我天主 耶穌對他說 因為你漢見了我 才相信嗎 那聲沒有漢見而相信的 才是有福的 一段 其實你們慢慢去看 正如我解釋第一個故事的時候 是說漢見 你用這個漢見 特別漢見是甚麼 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 很表面看回現況 那個環境是怎樣 我們叫做Look at 第二個就是 一些有些查詢 第二個漢見有去想 為何會這樣發生 叫Contemplate 第二個漢見是多於第一個漢見 第一個漢見純粹是 環境是變成怎樣 第三個漢見就是 一個insight 就是跟我們的信仰 或者更好一個 跟我們的心命有關係的 這個漢見 所以呢 如果我們再讀 顯然級多脈的一段裏 我們用後面 特別是耶穌最後所說 因為你們漢見了我才相信嗎 用三個層次的漢見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到一個更加特別 或者更好說我 我形容是更加有趣的所謂的相信 事實上很多時候 我們信仰的不同層次 就是因為我們這份漢見 就是有三個漢見的不同層次的關係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相信 信是一般 就看到 咦 教會幾好 信耶穌幾好 有學校 有學校 或者更好說 團體 這是第二個 可能是有第二個漢見的層次 第三個就是 真真正正的那份信仰 或者那份相信 就是耶穌 或者更好說 天主和我們那份關係 是一個人 漢見自己和耶穌的關係 所以有最深的這份相信 所以第一個就是 教會的好 有什麼好處 第二個可能只看到團體 朋友間之間 第三個就是 個別 真是 個別和耶穌的這份關係 所以這三個層次 其實值得我們 好好把握 所以若望 都覺得 時時刻刻 這份相信 都和漢見 有一個很重要的連繫在這裡 那 例如 一個神跡 若望的神跡就是 胎生核子那裡 最後 耶穌問他 你信不信 人子 對不起 信不信 墨西亞 對不起 不是人子 不是墨西亞 應該若望用的字 不是這兩個 不過不要緊 就是 信不信耶穌 最後 胎生核子 都是相信 所以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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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連繫 在這裡 那 第四個故事 都是這樣 那 在說什麼呢 在說一個 中途 這個中途是怎樣 是在耶穌出現 顯現的時候 不在這裡 所以他 見不到 他見不到 好了 但是他見到什麼 當他 跟其他中途在一起的時候 他只是見到其他中途的喜悅 那麼 見到其他中途喜悅 其實 一個很出奇 就是說 我們見到主 看見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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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為多蜜來說 應該是會相信的 所謂應該就是 其他兄弟跟你 這麼多年 都不是這樣 怎麼說 都沒有去欺騙你 現在好像在欺騙你 其實 你想清楚 他們整三年的時間 跟耶穌和其他中途兄弟在一起的時候 但是 為什麼多蜜不信呢 那 是什麼 令到他們不信這幫兄弟呢 不知道 其中一個可能 是因為 因為 就是 一個很大的人生裡面的震撼 這個震撼是什麼 是耶穌的死 就是什麼 他的期望 和事實的一個很大的落差 才有這個震撼 他期望可能耶穌是一個行得神跡的人 那為什麼他自己不行神跡呢 但是他死了 所以可能有一個這樣的落差 所以帶來的這份震撼 所以因為這份震撼 所以 連耶穌身邊的所有人 都不再 所謂的相信 這個也可以解釋得到 為什麼有時候 我們很努力 為傳福音 但是很多人未必都會相信的其中一個 的原因 都可能是類似這樣 就是他們所期望 和他們 事實上的 所以他們未必那麼容易去相信 所以他們未必那麼容易去相信 終於有證人出現 都可能未必相信 當日有很多證人在 不過他 可能不是一個懷疑 而是說 他想 很多星學者 或者我們都會說 當日是一個懷疑的人 我怎麼看呢 我自己會覺得 當日是 不是懷疑 而是什麼呢 是想 又 又好像 可不可以這樣說 好像 耶穌所愛的門徒 那樣的 那個 那個 待遇 或者他真的見到耶穌 其實當日 就是 聽到其他門徒所說 他們見到主他們 他們的喜悅 他自己感受不到 他好像很可惜 所以 他開了一個 一個什麼呢 開了一個條件 就是 我除非見到 他 看見他 其實很特別的 他們見到主 他們不是說 我見到耶穌 記得了 他們的一個很重要的字眼 讓望很專門用的是 我們不是見到復活的主 或者見到耶穌 或者見到師父 我看見了主 然後 當日就說 除非見到他 這個他 也都不是說 不是說主 他 沒有信仰 所以他就說這個他 這個他 這個他就是說 他不是很... 怎麼說 一個 一個 一個要求 這個人 要讓他能夠看到 這個人 讓當物看到什麼 手上的釘孔 以及 要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不會接受 所以 這份信是這樣 我們人就是這樣 是要有一些經驗 一些經歷 不要那麼容易去判斷其他人 說你這樣也不相信 其實就是 那個人沒有這份經驗 沒有這份經歷 正如當晚一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仰的經歷 或者更好是一個靈修的經歷 我們為什麼 我們在修院的培育 我們至少在修院裏面 培育七年 我們時時刻刻在做什麼呢 是在說 至少用這七年的時間 是將我們和耶穌的 或者更好說 復活的主的一個關係的建立 是一個經歷來的 真是一個經歷來的 這個經歷是一定要用時間的 亦都要付出 付出我願意 就是耶穌和我一起 就是什麼 我可能在聖堂裏面祈禱 我每天的祈禱 每天的靈修 看聖經等等 所以這些是一個這樣的經歷 而當日是要求這樣的經歷 如果不是沒有這些經歷的話 其實他相信是很 可以說很空泛的 他相信什麼呢 他可能日後 如果耶穌不顯然給他的話 他出去傳福音的時候說 是伯多禄跟我講去見到主 我相信伯多禄 就是這樣 你認為其他人會聽到多磨這樣說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他是神經的 即是在說一個信仰 你是在相信一個人 見過伯多禄 而你相信伯多禄 其實如果一個信仰來講 他帶出這個信仰 其實就是在說這個神跟我之間的這份關係 不是我相信 不是我相信某一個人和神之間的關係 所以 多禄 可以這麼說 為何他講出這個多禄 他不是在貶低多禄 而是講出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是我們人的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就是說我們要有和耶穌這個經歷 不要客氣和耶穌 就是我一輪就這樣說 不要客氣和耶穌去開這個價錢 正如多禄說 我要看到他手上的釘好 不單是看 而且手要碰進去 還要探入他的妻婆 這個是多禄這個很 可以這樣說 一個很合理的一個要求 我想用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明白 為何若望一定要記載這件事 就是我們可能 一直以來看《聖經》 人家一講多脈中途的時候 就會覺得他就是兩件事而已 很多疑 有疑惑 因為這個福音影片所講 另外一件事就是遲到 八天之後再回到中途的團體當中 但其實不是的 多脈正正是我們每個人的一個經歷 可能我們經歷了一些和耶穌的經歷 不過這個經歷我們一定要繼續下去 你猜多脈有沒有和耶穌經歷一些事情 耶穌還沒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他都經歷過這些神跡 不會沒有的 但是他在相信耶穌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人 他和天主的關係很特別 所以這些神跡才在他身上發生 可能也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他會為自己的苦難或者十字架 去不排神跡呢 不過最重要的肯定的 他會是若望告訴我們 每一個人去接受聖神 或者更好說耶穌的派遣 其實是我們接受了 但是在當中我們要和耶穌建立一份 不是關係那麼簡單 是和他一起經歷一些事情 這些經歷的事情是一個復活的 是耶穌復活的事情 所以當脈他不是懷疑 我從小都覺得不是懷疑 他是一個信仰的要求也好 想有和耶穌建立的關係 是我們可以求的 就好像多脈的一個條件 八日之後 耶穌再一次顯現給 站在門徒中間 亦都說 上一層願你們平安 然後就和多脈說 因為這次耶穌的顯現不是為全體 而是正正為多脈 為什麼為多脈? 因為是多脈的請求 他說 將你的指頭伸到這裏 看看我的手 伸到你的手 是不是我的臘袍? 好了 不要做一個無信的人 但要作有信德的人 中文的翻譯 信和信德 其實他翻譯是同一個字 所謂的不要做一個無信 事實上不要做一個在信仰裡面 沒有內涵 沒有基礎的人 你說多脈有沒有信呢? 或者有沒有相信? 有 現在看到復活的主 怎麼會沒有呢? 所以耶穌跟他說 不要做無信的人 這個無信 有時候我們真的沒有內涵 例如很簡單 很簡單一件事 不要以為聖堂的教友是有信德 不要以為聖堂的每一個教友都是叫做耶穌的門徒 因為他們只是有部分是為了心安理得 但離開了聖堂的時候 他仍然都是那樣東西 貪小便宜 我經常都罵那些教友 不要亂過馬路 有時候我都跟神父兄弟說 紅燈不要過 我不是說旁錄燈是一個規矩 而是我們有沒有真的做耶穌的門徒 就是什麼呢? 去顧及其他人 一份愛 過馬路不是說我喜歡 什麼時候過就過 而是因為有沒有愛呢? 沒有車就過得了 是的 沒有車是過得的 我不是說違反法律是對的 而是說可以選擇你去過的 因為沒有車是安全的 但這份愛不只是說我自己 而是說不是單單駕車那個 因為我自己都駕車 有時候我會覺得 那些人過馬路其實都是很騷擾 作為司機那個 就是為什麼我駕車 不用承擔你給我亂禁過馬路 帶出來的給我的壓力 真的 也是的 駕車為什麼有壓力呢? 其中有些人不喜歡駕車 就是那份壓力 就是因為來自其他的道路使用者 是他們的不遵守 特別是行人 無端端走出來 亂禁過馬路的時候 那種壓力是很大 好了 但是沒有車過不過呢? 我就說其實你想想 其實是去培育一個愛德 這份愛德是什麼? 是在說我的翌日 如果我習慣了紅燈 我都看車 沒有車才過 好了可能我會害了其他人 害了什麼? 就是和我一起看紅綠燈的人 是我可能看到我的判斷 我的速度可以過到對面 不過可能我側邊那個婆婆 她的速度不可以 那輛車來了 那傷害的是誰呢? 所以在我這樣解釋的時候 我時時刻刻都說 這是一個愛德的表現 好了 所以耶穌很清楚去做一個有信德的人 剛剛過去星期日 有一個女士給我一個信封 我說神父幫我開尼薩 我的姐姐和媽媽 然後她就馬上說 她是亡者來的 兩個姐姐和媽媽 然後她說我很不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 因為我夢見她們兩個 告訴我不開心 我心裡馬上想 為什麼呢? 她說是呀 他們告訴我不開心 她有沒有告訴你為什麼不開心? 那又沒有啊 然後她說說 她們兩個不開心就走了 所以我很不開心 那我就 不知道怎麼安慰她 我就說 其實是她們掛著你 其實你生命裡面很多不開心 就是當我認識這個教友 所以 其實她們兩位 牽掛的是你 所以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其實她們都不開心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當然 其實為她 我知道她的背景 但是 可以這樣說 如果她真是一個有信德的人的話 好像我在批評她 事實上我是這樣看 當她真的有信德的時候 其實她不需要不開心 她只是一個生命裡面 有一些事情不合她的意願 不合她的意願 就等於 一個例子 我努力付出了我的成績 我拿不到90分以上 我拿到89分 這樣 這個不合我的意願 所以我不開心 我有這樣的89分 但其實 這個例子 89分有什麼大問題呢 沒有什麼大不料的 我在澳門的課程 我寫完一篇論文 教授跟我說 其實你寫得OK 不過就拿不到高分 這樣寫 然後我跟教授說 我不是想拿高分的 我畢業就可以了 高分的不會是我的 我的目的很清楚 其實有時候我們要求的是 自己一些額外的東西 或者要求更多的自己 要這樣的成績的時候 其實我們帶來的是一個不開心 所以呢 其實真正有信德的人是什麼 信德是告訴我們 這些額外也好 或者這些事情 不是這樣看的 就是 我們的生命 或者我們人生 我們最終的目標 是跟耶穌基督一起的 實際上真的 很多來聖堂的教友 他們的生命的目標 不是想跟耶穌基督一起的 所以他們會 時時刻刻就會覺得 為什麼這樣 正如 正如 即是 怎麼說 一些修身 入了修院之後 他發現修院的生活 跟他想像的不同 所以他會很痛苦 那就離開 問題是 在於 其實 他有他自己所謂的 修道的一個框框 但修道 不是 那個框框 裡面的東西 修道是更加大的 修道的唯一目的就是 我用這個方式 去愛耶穌 我去愛天主 所以希望大家都記得 耶穌所說 做過有信德的人 就是在這裏 這個信德 不是說 我信這個世界有天主 我信耶穌復活 這麼簡單 而這個信德 是說 我要真的成為了耶穌的門徒 這個才是信德 成為耶穌的門徒是怎樣 是真的用聖神的眼光去看我們自己 聖神的眼光去愛其他人 愛自己 所以 希望我們都學習多脈 我想沒有什麼神父會跟你們說 你們讀完這篇聖經之後 讀完這篇章子之後 我們要學習多脈 即是什麼 我們要跟耶穌有這份經歷 這份經歷很重要 如果我們願意的話 你看看耶穌多大的一個回應 其實是很荒謬的 要師父去顯現 或者師父去證明我的事 還要 是不是很大膽地說 師父直接把手給你 你進吧 你把你的手指插入 揭開這件衣服 你想一下 耶穌要揭開自己的衣服 才可以有個立行 即是立骨 你把手插入我的立行 這個很大膽 不過當日就是這麼大膽 但是我們越大膽 耶穌更加越大膽 就是真的 有些記載 當然 天主有他的安排的計劃 就是我們要見到一些顯現 見到顯現其實是附帶肯定 有一個使命在裡面 我們不要這麼容易說 天主你顯現給我 或者聖母顯現給我 不過有一個記載很有趣的 就是什麼呢 有一個聖人 在未升神父之前 他求天主讓他見到自己的護守天神 看到自己的護守天神 天主在他幾次的祈求之後 因為他也很有聖德 所以他見到自己的護守天神 在他的右前方 所以他的護守天神就 時刻帶領他 直到他升神父之後 那個護守天神在他的後面 為什麼在他後面 是因為神父 我們教會有一個很大的 以前很古老的傳統 我們叫做 神父叫做基督第二 所以 那個聖人就問護守天神 為什麼你在我後面 以前在我的前面 帶領著我的 護守天神就說 你是基督第二 我們是跟隨耶穌基督 所以護守天神在他的後面 所以我想說的例子 我想說 這些人見到護守天神的聖人 其實他們都是祈求 在祈求 對他的信得有用的祈求 我們不懂得祈求什麼 不像當物那樣 那麼直接或者更好說 那麼清晰 例如復會的耶穌基督 要看他的釘孔 要看他的立旁 但又不看他的腳 很多聖經學者都在問 為什麼當不是不看耶穌的腳 那麼就看手和立旁 即我們未必有這麼清晰 那麼疏理得這麼好 整個我們的祈求 但不要緊 我想我們的祈求 或者更多我們的祈禱 我們要跟耶穌有一份 這份關係 或者這樣的經歷 所以我們的祈禱是怎樣 我們祈求 就是天主 更好說祈求耶穌 讓我們能夠跟耶穌一齊去經歷 反過來也可以 是邀請耶穌去經歷我們的生命 這個其實就好像 所有宗徒 他跟耶穌有這個三年的經歷一樣 那麼耶穌再一次在復活的時候 然後更好說 耶穌都願意這幫門徒 有跟他一起的苦路的經歷 特別是生緣祈禱的時候 復活的時候也有這份經歷 所以我們都要有 祈求門徒的這份經歷 所以我們要祈求 讓這個經歷能夠在我們 但是我們怎樣知道 和我們怎樣看回這個經歷 就是靠聖神的眼光 所以我們一定要領受了聖神 好了 最高的一個信仰的表達 就是當麥說一句說話 我主我天主 他將這個信仰 將耶穌拉在自己身上 這就是信仰 事實上是 將所有東西和耶穌有關係 我經常用這個字眼 和耶穌有掛勾 這就是信仰 所以他看到這個主 這個主不是說神的 我主 意思是 其實是一個 是我的師父 是我的 中文很難去說的 英文就是My Lord 是我的主人 但是很恭敬 去恭敬一個人 所以叫做主 所以他將這件事 拉在自己身上 所以叫做我主 所以這個就是 一個很特別的 然後就是我天主 天主就是神 很少在 猶太人的文化中 將這兩個字眼 主和天主 即是主和神 即是我的主人和我的神 一起的 這個為什麼我們會說 在聲音中 或者說在若望方面 將這個成為了最高最高的相信 就是說 我們的心靈不是我們是主人 而是耶穌 而這個耶穌是誰 他就是天主 所以他回到頭 若望福音 是回應創世紀裡面的創造 如果你們好好看第一章 其實是一個創造 雖然第一章不是用故事去說 不過他在說出天主怎樣去愛這個世界 所以創造這份都是一份 我們這個世界是天主怎樣愛 其實天主是無必要創造這個世界 也無必要創造人 但是這份是天主的愛 所以若望就是用這個角度去說創造 之後有一個叫做阿當的出現 這個阿當在若望方面裡面就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好像突然間出現 但是不是突然間 而是何時出現 是在若彈河那裡出現 就好像人或者這個世界 在這個混沌裡面 從水那裡有一個生命 我們也是從泥土那裡得到一個生體 然後有些有氣 所以這個新的阿當就是耶穌 然後他就說這個新的秩序 所以他有七個神跡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講若望方面也有一個一段時間 都在講這七個神跡 其實我那時候沒有提 不過有很多聲音說這七個神跡 是對應著七日創造的 第八個是耶穌復活的一個循環 以七作為一個循環 第八就是第二個七日開始 所以若彈河去到這裏 把這個創造帶到最高峰 那個高峰是什麼? 就是我主我天主 原來我們的生命就是天主 原來我們的生命不是 我是主人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我的性格就是這樣 我很開心 我的生命不是我是做主人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不用負責 如果我不是做主人的話 我不用負責任 很多時候 這個可能是我 我在唐龜區做主任時代 有很多事情要負責任 甚至我 有時候剛才也說了 有些事情我忘記了 因為可能有太多事情 所以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通知 即是離職開始的時候 我忘記了去 怎麼說 去通知 通知所有禮儀人員 要怎麼安排 我是忘記了要通知 歌人團不用唱某些歌 即是 即是 剛剛第一第二台離職 很混亂 但這個混亂是誰做的 其實就是我 因為我忘記了 我不可以拘捕教友 其實教友已經 整年沒有參與離職 那些負責是真的不懂做父子 是忘記了 是小朋友 所以做了亂七八糟 我也忘記了通知歌人團 不用唱某些歌 所以其實我想說 就是這個負責 我做得不好的時候 好像令到離職作慶典的時候 都不能夠為教友帶來好處的時候 那這個責任 我覺得是我要去承擔 不過也有一個性格的 就是OK 過去了 就算了 我提醒自己 我要做回我要做的事 我也不會停留在那個不好裡面 好 所以呢 希望大家記得 我主我天主 有一個神父教我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說 當神父在離職當時 舉起聖體和聖著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 跪得也好 或者站立也好 去看 是吧 舉揚的聖體去看 是吧 有一個神父教 當時我們做父祭 他教 當神父舉揚的聖體而教 他看的時候 在心裡去講 我主我天主 就是這個當物 去教我們 可以這樣講最高的 信仰的高峰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跟耶穌的經歷 我們才說得到 我們不是念口枉 我主我天主 但希望大家記得 當我們看著聖體 看著聖血的時候 說著我主我天主 就是可不可以回憶到我 和耶穌的經歷呢 特別是說 復活耶穌的經歷呢 所以耶穌就說 因為你漢見了我而相信 那聲沒有漢見而相信的 是有福的 原文是沒有個才字 原文是 如果中文師哥說 那聲沒有漢見而相信的 才是有福的 但原文是沒有這個才字 什麼意思呢 有這個才字 你會看到是一個比較 原文是沒有比較的 那聲沒有漢見 而相信是有福的 如果有個才字就說 沒有漢見而相信 是比見到而相信更有福 但原文是沒有的 沒有這個比較 希望大家留意 所以 當我們再看回復活 這麼多個故事 四個故事裡面 其實 我剛才也強調的 就是說 看見相信 這兩個的關係 用什麼看見呢 我們可能用剛才所說的三個層次的漢見 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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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實我們還要多一個漢見 我一直沒有說的 就是什麼呢 是用精神的漢見 這是一個很深度的心 不是深淺的心 是一個 我們應該在心裡有更有精神的漢見 讓我們的生命更加有深度 去看有些生命的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付出 甚至可以放棄 所以 我們會不會用 spiritual的漢見 或者更好說 直接說 Holy Spirit的漢見 所以 漢見 所以我們不是再用剛才所三個層次的漢見 去看 而是還有一個 都不可以 不是同一個 怎麼說 不是同一個category 去說 而是這個spiritual 是更加 更加闊的一個漢見 我希望我能夠解釋得到 本來這三個level的漢見 是一個category 一個類別 但是 聖神的漢見 不是在這個類別之中 或者其中一個 而是 包含了這三個漢見 和更加大的漢見 就是這樣 好 那麼 這個二十章 就是這四個故事講完了 但是 講多一點點 容許我用了兩分鐘 後面 後面 就有兩節的 三十和三十一節 耶穌在門徒前 還行了其他神跡 門有記載者的書上 者是所記載者 是為叫你們信 耶穌是墨西亞 天主子 並使你們信的人 賴他的名 獲得生命 請你們看回 《若望福音》第一章 先揭一揭 第一章 好 好 好 我想解釋的是第31節,就是《生命》 第一章第二節 第一章第二節 不是,一章第四節 第一章第四節,就是在開始的時候 若望他在說創造 剛才說的第一章是創造 聖賢降生成人 他說,在他內有生命 者生命就是人的光 就是在回應若望風二十章 第31節的最後一句話 另外,請大家再看看一章十二節 十二節說 凡接受他的他及他們 即即那些信他名字的人權能好 成為天主的子女 所以這份相信 就是信不是耶穌有這份創造或者復活 而是信他名字的人 讓他們成為天主的子女 所以當我們去相信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若望風一個最終的目標 就是成為天主的子女 所以這個 《賴他的名》 《得到生命》 都是回應的第一章 而《使相信亦人》 《得到生命》 都是回應的第一章 第一章第四節和第一章第十二節 這是少許的補充 這也是若望風寫作 最後來的結語中的 首尾回應 呼應的地方 好,請我的分享是這樣 你們有沒有其他問題 神父我有 聽到嗎? 是 想關於那個 剛才你說的 《才相信》 如果在英文中 Blessed are they who have not seen and yet have believed 那是否也有說 沒有見到的人 而相信 是比較好 過見到才相信的呢? 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原文就沒有這個比較 原文其實只是說 很平鋪食罪 因為只是在問 因為第一個 如果你看回中文 就是第一個 耶穌說 因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 這是一個問題 或者一個叫做疑問句 但馬上沒有看見而相信的 是有福的 如果我們不用那個才字 可能我們會更加明白 這個翻譯 永遠永遠翻譯 就是翻譯 那個人怎麼去理解 整段聖經 或者整本聖經 或者福音 這樣說 所以他們有些翻譯 是放了一些比較下去的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 有機會 那個 以往的一些 怎麼說 一些解釋聖經 的人都會有這個想法 思想 所以當一個人去翻譯聖經 的時候 一定是看完這些 大概這些 這樣的思想 就是以前的人怎麼去看 這段聖經 才去做翻譯 所以他們可能 就變了 放進這個情況 如果剛才我所說 用這個 最後這個 你說的是第29節 這裡 所說的項鍵 如果我們用Holy Spirit的項鍵 其實也可以這麼說 是更加有福 因為如果你單單用三個層次 三個層次的項鍵 其實就純粹去到停留在那裡 如果你要更深入 或者更有福的話 事實上我們應該用Holy Spirit的項鍵 會好些 我希望能夠解答到你 這個我 我不是 怎麼說 不是在說 一個問題 或者是一個有比較的 又沒有福的問題 不是 就是這樣說 不是聖經學或者神學問題 而是翻譯的問題 不要緊 謝謝 謝謝 這個是要很容易 有關照lu含 我需要的字幕 是的 謝謝 謝謝 太太 謝謝 我可不可以再問多個問題?會不會太嘗試? 剛才神父你所說的就是 Thomas是跟耶穌開了假,他要見到 因為他可以有這個經驗 所以他可以去傳揚福音的時候 就是他自己的經驗 但我覺得有一點矛盾 我們何嘗不是聽到中途傳下來 我們都是聽到他們的見證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自己有一個經歷 跟耶穌真實去見到他 即是說我們的信仰都是來自別人的語言 或者是他們的行動 那有一點矛盾嗎? 我澄清一下 是的,就好像當麥許 他聽到其他中途的見證 或者作證來見到主 但其實我的重點是說 若果我純粹去說別人所做的 所見到的事 其實我的信仰或者我傳的福音是很公道的 事實上我們需要每一個傳福音的人 是要有跟耶穌的這份經歷的 所以當麥才可以這麼說 若望用當麥這個故事 告訴我們我們要跟耶穌的經歷 事實上你說這是中途傳下來的信仰 我們看聖經 但是用我的經驗來說 我的經驗是 我入修院去有我的靈修 其實當中是有我跟耶穌的經歷的 不會沒有的 所以我才能夠很實在地去說出 這是我跟耶穌的關係 這是我的信仰 我不會說這是八多六的信仰 我不會說這是當麥的信仰 或者某某主教某某神父的信仰 我想每一個神父去宣講的時候 都是在宣講自己的經驗 更好是跟耶穌的經歷 當然如果我自己很覺得 當我太多事情做 而我準備得不好的當時的主一道理 其實我在說別人的事情 是我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還有我可以這樣說 去形容呢 當我去講道理的時候 因為那件事不是我的 很不實在 我純粹照抄或者照講 所以類似這個情況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很清晰地表達這些 其實不是說 矛盾的事情 我們首先第一步 我們永遠的信仰都是第一步 是來自人的 來自人的見證 但是跟著下去 就是我們要跟天主耶穌 更好說是福活耶穌 透過聖神 是要跟祂建立一份關係 這份經歷 所以才去 實在是我們自己的信德 就是這樣 所以 就是 這件事 怎樣 有沒有些例子 例如 我可以解釋佛學的 佛教的整個系統是怎樣的 但是我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我是在頭學上去讀的 讀書而已 但是佛教不是我的信仰 所以我純粹解釋 但是你再問下去 問多些 我的經驗是怎樣的 我回答你 沒有佛教這個經驗 就是我在佛學當中的經驗 因為我讀書是 你叫我背那個《波羅密多心經》 去解釋 是可以的 絕對可以的 但是 不是我的經驗 謝謝神父 謝謝 好 謝謝 老神父 希望很快可以再見到你 是的 謝謝老神父 是的 好 很快可以跟我們上課了 好 我再聯絡你 好 謝謝 希望快點 謝謝 好的 拜拜 拜拜 我們再祈禱 好吧 天主 繼續去帶領我們 聖神 能夠好好地 讓我們和耶穌 和天主有一份好好的經歷 特別透過聖母馬利亞 在五月 聖母月入面 還有幾天 我們就結束了 不過在聖母的帶領之下 我們更加能夠 就是 聖母的代討 為我們能夠接觸到天主 祕本日 聖母神 祕會 ゆ祢 聖母 全聖母 地聖母 聖母 天主 聖母 seulement 喝 為我們聖母 當 聖母 對 天主 聖父 聖父 祝福你們 阿曼 謝謝神租 謝謝神租 再見 拜拜